你看得懂 以色列跟巴列斯坦的尾巴問題嗎 整個加薩走廊是一個大型的爛民營 小孩生下來就是爛民 簡單講就這樣 那以色列常去封擊他 他其實住了也不安眠 他武器跟以色列的相比差太遠了 那當然 他也受了這樣的氣很久 所以他那個突襲 讓以色列錯手不獨就打起來了 我講這個我就要告訴各位 他現在原來一個民土之爭 因為你佔領我的土地 我要強迫他 我認為以色列不准住那裡 不然我就封擊你 那以色列當然 他的武器是沒有國際光 他當然是比他精良太多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 打仗還是死人了嘛 所以這個打起來就變得很恐怖 很慘累 很多人講說 哎呀哈阿斯殺了人家那麼多人 小孩怎麼樣 我告訴你 各位阿斯爺殺了哈馬斯爺人更多 這是事實 全世界都知道 只是大家不要去這樣報導 大家介紹 Oh you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 有梗來報 我這組織人董之聲 今天的節目 我們在中間的youtube頻道 還有梗傳媒都有雙開直播 希望各位朋友能夠雙雙都來按讚 當然要訂閱 要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在這邊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因為我們加入我們的會員 可以看到不定期的一些發脆 那當然我期待 大家跟小董 董哥大家一起來 我們會員們 大家來擴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給這個政府 垃圾政府一點顏色看 歡迎耿耿幸何宜董哥 這是我們耿傳媒一個單元 那我講的新聞常常是比較 跟很多人關聯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當記者這麼久 一個是非一個正義的心總有 那兩岸這麼多年來 誰的仇最大 金門人的仇最大 我們跟中國大陸 跟共產黨打了三次戰 都在金門 我有很多長輩都被打死了 有沒有仇 哇 仇 那這個 不敢講邪海撐仇 但是就是 你有親戚有朋友被打 你皇子被他打爛 打爛你要自己修啊 國家會補償你們 不會 那個連帶 對不對 那你怎麼辦 古靈頭大戰 大二趕戰爭 還有八二三 八二三每家也每戶 那是死傷累累 沒有一個皇子是完整的 各位朋友 你如果有空到金門去看 我們有留一個叫北山陽樓 東西南北的北山上的山 他在古靈頭那裡 他就把他皇子的情況把他留下來 你看前面全部是炮孔當孔 這是一個老皇子 楊樓 這個楊樓 因為過去金門人很窮 我們就到南洋去打拼 打拼以後 南洋那時候都被歐洲殖民 歐洲國家殖民 所以他們有很多楊樓 我們就把歐洲人在那裡 蓋了楊樓的模樣 把它複製到金門 所以金門 有上百棟以上的那種楊樓 為什麼 這個村莊有誰到南洋賺了錢 那他表示他賺了錢 他有時候開始去打拼 去當苦力 去當貨運工 然後後來慢慢有錢 他自己開一家 船來接駁 因為那邊有很多小島 印尼 把這東西印過去那邊賣 再把那邊東西印過來 海上有風險 但他賺了一些錢 覺得不錯 那我們金門人口慢慢多 因為我們金門 我們金門在唐朝元朝 就開始住人了 所以人會多 那多一個阿公 生四個兒子 每個人生四個兒子 你土地怎麼分就沒辦法 就這樣 所以這個賺了錢 他會到自己的村莊 金門的村莊 都是同一個姓 所以其實都有點中親 或者堂兄弟那種關係 那他就會來說 我那邊做這生意 其實是可以賺 所以各家各戶都會 很多人就跟他 跟他一起過去 那時候他過去很方便 就是他會 他會開船回來 大家坐他的船 就跟他一起走 就聽他的 然後就去那邊打拼 很多人又賺了錢 當然也有很多人 就沒有賺錢 也會有 那有些人在半途就死掉了 這個在金門話叫做柔彎 又過去 東南亞 我們覺得比較肉厚一點 比較彎 土彎的彎 那 這是一個 那個要連帶的過程 可是你要講邪爾 邪爾生柔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跟中共打仗 我們那時候仇匪 恨尾他是非常厲害的 那現在當然不一樣 他講說 金門人怎麼 怎麼好像跟中國大陸的感情不同 那不然我每天跟他打架嗎 對不對 我們打死他 他有沒有打死我們 有 這是很簡單的問題 好 那我為什麼要用這個做開頭 我告訴你 在整個金馬台膨裡面 真正打過這樣的 真正那種敵情意識最強 就是金門 馬祖也沒打過 馬祖沒打過 雖然真金馬 但馬祖的皇輩跟金門是一樣的 所有的管制 所有管制 我小時候不能有籃球 他講說不能有籃球 學校才可以有 因為你抱著籃球 你可能偷偷跑去中國大陸 我們對你不放心嘛 你有可能嘛 通通禁止 禁止的東西 不能養鴿子 不能放風針 有時候他講起來都覺得很可笑 不能有收音機 簡單講 不能有收音機 我到民國八十幾年才可以有收音機 八十幾年你在講神話 沒有錯 戰地政務解除以後才可以有 簡單講 那我也不是要講這個 我要告訴你 你看得懂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尾巴問題嘛 各位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戰爭 各位 其實這檔戰爭比俄武戰爭還可怕 哪有 巴勒斯坦也不夠只有哈馬斯那些人 他這個戰爭最大的現象在哪裡 他讓阿拉伯的社會出來團結 以色列是歐美相挺的嘛 那過去我們知道共產國家跟西方國家是對立的 共產國家以蘇聯為主嘛 那美國去拉攏中國大陸對抗蘇聯 那蘇聯後來就解體了 解體他有十五個 他叫聯嘛 蘇維埃主義共和國聯邦嘛 以俄國為主 那他這個 俄國那時候的總統是耶爾卿 蘇聯的主席是哥巴奇夫 所以最大的 耶爾卿出來 帶所有國家來對抗哥巴奇夫 蘇聯就解體了 簡單講他有一個這樣的過程 其實你這個 隨便上網看一看就可以知道 我講的這個過程 但是這個也不是重點 那現在呢 現在他們又覺得俄國也很大 因為俄國承接了那時候蘇聯的武器啊 那核子彈頭全世界最多 比美國多 這個如果打起來就不得了 地球就不見了 那大家就很害怕 那害怕戰爭就是這樣 可是蘇聯他仗的這些東西 他當然有些態度也很強硬 所以他號稱戰鬥民族嘛 對不對 那美國 就去鎖使烏克蘭去跟他挑釁 然後後來就打起來了 這就是 從去年2月24到現在的俄烏戰爭 全世界都受到影響 影響有 為什麼 因為俄國它有很多天然氣 煤礦輸到各國 他也有 烏克蘭也有很多 糧食輸到各國 通通受影響了 所以很多地方在飢餓 很多地方天氣開始冷了 天然地動 他沒有 這些人員來保暖 你在房間裡面動著半死 你可以想像你家裡 零下一二十度的樣子 自己在家裡都這樣 那這種熱子要夠多久還不知道 可是 哈馬斯 他就攻擊以色列了 那我那天在趙薩康的節目 少爐戰警室 當然大家 因為我們受西方媒體影響 我們都會很支持 我說我們當然很痛恨哈馬斯 殺了那麼多人 尤其很多小孩子 嬰兒 頭都砍掉 太殘忍了 怎麼可以這樣 太殘忍小孩也殺 對不對 大人打架就算了小孩 然後講一講 我說其實 它有些過程是有個 有個言由的 我就拿 我就搜尋一篇報導 給所有的來賓看 給所有的觀眾看 我今年七月 以色列攻擊那個巴勒斯坦 也是亂轟炸 死了十幾個人 然後 一百四十幾個人受傷 有人斷腿的 有人斷腳的 那我說 那報導大家都沒有印象 這報導上面寫 20年來最大的突襲 最大的尾巴衝突 這是七月的報導 各位你可以搜尋得到 大家看到 有這件事情嗎 好像沒怎麼看到報導 這個報導是一家網路媒體的報導 這是真實的啦 這是真實的 那大家看看 咦 我說以色列七月把人家打成這樣 他不會想到人家會來報復嗎 這個是簡單道理 那哈馬斯 其實以色列三月已經有攻擊過 那時候死的人比較少 他已經攻擊過巴勒斯坦了 我說其實就一直在打 那只是這次 巴勒斯坦隱忍了很久 你可以想像 他準備了非常多的火箭彈 準備在那邊 然後在贖罪日的前 前面就開始轟擊你 這個就是戰爭大家所熟悉的 然後大家譴責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又派了部隊 攻進了這個邊界 擄獲了非常多的人 各國的人看到誰就抓 不然就打死 你往後就打死 還有不曉得多少人在他手上 至少一兩百兩三百都有 不曉得 那就擄獲了 那擄獲這個也麻煩 為什麼 因為擄獲就是人質 人質你就要打的時候 你就會為所為為 對不對 你就為所為為 人質在那邊 你再打我 我每天殺兩個人質給你看 然後公開畫面 哇 這種就是 這樣就很難打 就會變這樣 各位我講這是一個 一個真實的情況 好 那我來講 你知道以色列 他是猶太人嗎 猶太人在二次大戰非常可憐 僅次於中國人 中國人更可憐 但全世界沒有人看到中國人的可憐 猶太人很聰明 德國的希特勒就很通恩他們 通把他們抓起來 送到集中營 用毒氣把悶毒死 大家知道多少人 六百萬 中國人被日本人殺了有多少 三千萬 全世界都到處看到日本的旌旗啊 日本怎麼樣 有沒有人抗議 沒有 這全世界你要在任何地方看到希特勒的 那個符號對不對 以色列或各國的 然後就開始抗議 猶太人 抗議 那當然啦 我們非常同情猶太人 可是因為全世界的媒體掌控在西方手上 所以二次大戰以後 全世界大家都很同情猶太人 被希特勒破壞 所以猶太人 他們希望有一個國家 就給他一個國家 猶太人從哪裡 從中東 耶路撒冷那邊 猶太教 所以那時候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成立了聯合國 在之前也有一個組織叫做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就轉化為聯合國 那就是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聯合國就做主 那時候聯合國最主要是中美英書 因為華國人投降給希特勒 所以他沒有在強國裡面 中美英書 中國 遠東最高經濟司令蔣介石 美國羅斯福 對不對 然後蘇俄 蘇俄最後參戰 崛起了中國大部分的利益 那大家也知道英國 英國一直被轟炸 因為有個英文海峽 他沒有被佔領 所以他是強國 英國的科技非常發達 是美國的母國 所以中美英書 那美國跟英國都很同情 那我們中國已經慘慘了 那也都支持了 支持以後 就給以色列一塊地 猶太人一塊地建了這個國家 叫以色列 大概1948年左右 這個地上原來住人 住了一堆 一個穆斯林的回教徒怎麼辦 就把他們趕走 他不願意走 不願意走就把他趕走 強迫啊 這塊地要清出來給以色列 這塊地就是現在以色列的地 那 各位可以看看 很多人就 跑到加薩走廊這裡 很多人就流離世之後 跑去阿拉伯 跑去卡達 跑去周邊的一些國家 因為他們阿拉伯人 那他會覺得說 我被趕走了 我很想回到那個 可是不管是基督教 猶太教 或者回教 他們的 宗教那個都很強勒 那他們 都認為這是 以色列佔領那個地方 就是他的聖地 耶路撒冷 就是聖地 所以 他們的宗教衝突 很強很強很強 那這次呢 這次 開始不是宗教衝突 是領地的衝突 為什麼 因為加薩走廊這裡 他等於說簡單講 有兩派人馬 一派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哈馬斯 那一派哈馬斯最主要的 他其實只有兩萬多人 他是一個李 叫卡桑李 你在台灣那 叫媽媽叫卡桑 叫卡桑李 叫爸爸叫豆桑 這其實都是日本話 那很多人在講說 如果照這樣的話 那這個帳怎麼搭 為什麼 因為 耶旦和西岸是另外一個組織 叫法塔 那我們也知道 就是說 他們自己內部也有矛盾 可是 這一個小小的地方 他住兩百多萬人口 全世界最密集的之一 所以你隨便打隨便怎麼樣 那以色列看守著你 這裡 旁邊靠海 左邊靠海 你所有靠海的地方 我看守 右邊就是以色列 那這個海的東西 你要進來我怕你帶武器 所以我都要盤檢或怎麼樣 所以他看守 只准你一些普通的東西 糧食或什麼進來 所以他這整個加薩走廊 是一個大型的難民營 小孩生下來就是難民 簡單講就這樣 那以色列常去封擊他 他其實住了也不安寧 他武器跟以色列相比 差太遠了 那當然 他還受了這樣的氣很久 所以他那個突襲 讓以色列 臭手不及就打起來 我講這個 我就要告訴各位 他現在原來一個領土之爭 因為你佔領我的土地 我要搶回來 我認為以色列不准住哪裡 不然我就封擊你 那以色列當然 他的武器是美國提供 他當然是比他精良太多了 部隊也比他有信念有數 可是你可以看到 打仗還是死人了 所以這個打起來就變得很恐怖 很慘累 很多人講說 哈馬斯殺了人家那麼多人 小孩怎麼樣 我告訴你 過去以色列殺了哈馬斯的人更多 好幾倍 小孩也不少 各位我在講 為什麼呢 你在全世界有所有的國家 你只要靠著美國 歐盟這些國家的話 你就會被施以很高的同情 好可憐喔 然後他們媒體 小孩都被斬首 小孩都被殺太可憐了 沒錯啦 你要怎麼講都可以 我們喔 因為我們節目比較少講國際 為什麼少講國際 因為 第一個收視在台灣就會比較差 台灣人沒什麼國際觀 但是你要用國際來做比例 那我講喔 我講以色列殺了人更多 殺了小孩更多 這是事實 全世界都知道 只是大家不要去這樣報導 因為哈馬斯是全世界被列明的恐怖組織 他是被列明 以色列不是嘛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喔 十幾天前 西利亞有一所金校 正在辦畢業典禮 被攻擊 死了一百多個人 媒體報導一天 裡面有一堆小孩子 為什麼 因為你哥哥 金校畢業了 你舅舅金校畢業了 前家人都來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打 啊誰打的 當然黃抗金打的 西利亞 西利亞這幾年所有的難民 幾百萬跑去歐洲各國 那黃抗金誰停的 美國人停的 美國佔領 西利亞的油田 開採人家的油田 然後每天講他的正義 這是非常可笑 那他就用黃抗金來對抗 政府軍 政府軍是阿塞德 每天去攻擊他 提供武器 那這個有正當性嗎 沒有 美國人的正當性就是 因為你有石油 我就找人跟你搗亂 簡單講 中國大陸 你的華為 你的科技要強 要強過我 我就找香港跟你搗亂 反送中 找新疆跟你搗亂 西藏那邊 就跟你搗亂 找台灣跟你搗亂 對不對 台灣每天要獨立 要幹嘛 所以台海就這樣 我講的它就是一個這樣的結果 各位 所以美國人很習慣在人家的地方 你們那個地方越亂 我就越安寧 我就可以賣武器給你 它就是一個這樣的邏輯 這樣的套路 這個叫金工複合體 那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大家可以看到了嗎 以色列 拼命跟美國買武器 那以色列 現在的可怕在哪裡 它現在 阿拉伯國家大聯盟 他們挺哈馬斯 各位 你說阿拉伯國家 中東那些 不止中東啊 我告訴你 不止中東在哪裡 你說土耳其 愛斷 我們挺 我們挺哈馬斯 土耳其挺 沒有錯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大家知道 兩個死對頭 現在執政是安法 前面是執政非常久 對不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 馬哈迪跟安法兩個死對頭 馬哈迪的陣營 我們的潛艇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回教徒 穆斯林和阿拉沒怕 潛力挺 那各位知道 在全世界 這些國家有多少 而且他們都團結 他們的宗教信念 所以你接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哇 每個國家 都挺哈馬斯 它不是恐怖組織嗎 它是恐怖組織 它過去被打 你們為什麼不 死那麼多小孩 你們為什麼不講 是 西里亞 死那麼多人 你們為什麼不講 因為美國人在背後 鎖死 廣抗軍 尤其隊去封擊 那你們的公平性在哪裡 各位 我今天講這個議題 我不知道 要講怎麼樣 我要講台灣的情況 台灣的情況 你說 美國要支持你去對抗 有嗎 全世界跟美國最親的兩個國家 一個是英國 一個是以色列 因為美國 美國的金融或怎麼樣 都是掌握在以色列 你看最近 美國派一個參議院 一隊議員去見習近平 帶頭那個人叫舒默 對不對 舒默就是猶太人 各位 舒默 帶隊 然後習近平跟他碰面 說 世界很大 可以融得下中美 一起來競爭 對不對 講的有道理 那你今天看 美國就掌控在這人手上 所以美國人跟以色列很親 給他最好武器 那 美國人跟英國也很親 英國是 美國的母親 他從那裡移過來 五月八號從英國到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以色列 打成這樣的話 美國會不會派軍隊下去打 不會 如果台灣跟中國大陸打體戰來 美國人會派軍隊來支持台灣 那更不會 烏克蘭也沒去 以色列也沒去 憑什麼台灣他要來 各位跟你講 台灣本來就是 比較難進來的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島 這個島如果被中國大陸的 封鎖 就是潛艦在底下跟你封鎖 你所有的金艦沒有人敢過 因為他在你底下 他的遺雷可以打得到你 我就跟你擺明 我就幾艘潛艦把台灣圍起來 對不對 四艘六艘圍起來 誰從這裡經過我就要打誰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為你們都同意嘛 你們每個要來跟我對抗的國家 你們都同意 你們都是一中政策嘛 那你們 我在保護我的台灣 我怕有這樣 那你沒辦法吧 那怎麼辦 你的所有補級趕進來嗎 可是這是一個常識好不好 我講的就是一個常識 那這個賬怎麼辦 所以 賬不要打 就說好 那賬也沒打 可是台灣所有的補級進不來 你知道嗎 你的電子工廠那零件進不來 糧食進不來 天然氣石油進不來 天然氣進不來 台灣 台灣的存量 十四天 十三十四天 兩個禮拜 你就掛了 各位 我講他就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說 我們的處境比所有人更困難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島 四周都是海 你所有空軍沒有人敢進來 你進來就 你進來 他已經是航天的強國了 你還進來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了 所以我說兩岸不要打仗 其實是站在台灣人的考量 其實也是站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考量 我講的就是和平 為什麼 我這金門人 我們跟中國共產黨打過戰 只有我們嘛 你們都沒打過 你們每天在講說要打要戰 對不對 過去死了這金門人 那就算了 金門人保護台灣人 那也就算了 對不對 那就過去了 但是你為什麼要去挑起來呢 好日子為什麼不夠 各位只要在選舉前 只要想我一個問題 為什麼兩岸的兵凶戰危 馬上就執政八年不會發生 因為兩岸是和平了 大家坦誠相見 我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而且兩岸的中國人 要一起賺世界上的錢 簡單講就這樣 各位這是我很卑微的請求 而且我也相信是多數人的想法 我也不是本省人 我也不是外省人 對不對 我金門人啊 各位想想想看 我們是真正打過仗的啊 其他沒有人打過嘛 那如果你不聽一個來自這樣的 戰地的人的講法 那你要去挑動戰爭 當然啦 那如果是老百姓的選擇 那當然我們也沒辦法 對不對 但是我相信 有理性的人 沒有人願意為胎毒去打仗嘛 這是一個簡單道理 今天謝謝你收看 謝謝 欸 先別走 你有這些困擾嗎 掉頭髮 掉頭髮 身體乏 老得快 怎麼辦 你的健康問題 就交給Herman Organic 給你更健康的生活